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每次听到你总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期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期 唱歌一曲 唱歌一曲 每次想起你 一息阵辫耳语 每次想起你 每次见到你 铁马进个监狱 当起回唱千山我爱 悠悠在我心里梦里 悠悠在我心里梦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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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一 这是什么地方啊 不知道呀 远方有什么发现吗 太高兴了 又是一件迷事 这月之人也真够闲玩的 弄这么多迷事干什么 真是吃饱了撑的 别骂了 省省体力吧 你再看看 也许能找他出口 行了 别人了 别人了 哪有出口啊 只要我死后 别像这具尸体一般就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好了 大家把身上的水都集中一下 交到我手中 平均分配 什么 吉利可汗死了 正是 小的潜入石国四处打探 听说十数日前 吉利可汗被前去和亲的汉室 杀死在崖障之中 好 那公主李将军和曾大人有消息吗 没有探听到他们三位的消息 而今 突了国内群情激愤 各军纷纷备战 要为吉利可汗报仇 这一定是贺鲁等人的阴谋 立刻拒折 将此事奏离圣上 六百里加急送往神都 是 我说统俄齐兵备和吕范 有边境 原因竟然是这样 怎么回事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和亲使团 怎么可能杀死吉利可汗 大将军 大将军 怎么样 如燕姑娘 凤凰大哥脸套忠实人回来了 好 现在何处 你到降台 大将军 出大事了 什么事 都排除的赤猴在石国探知消息 吉利可汗在鸭掌被刺杀身亡 赫鲁既任突勒大可汗 吉利可汗死了 行刺的人是谁 赫鲁吗 据赤猴探听到的消息 吉利可汗在鸭掌被刺杀身亡 吉利可汗死了 在我们派去的和亲使团手中 什么 啊 我们派去的和亲使团 杀死吉利可汗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大将军 会不会所探情形有误啊 派去的赤猴久经考虑 绝不会误报 那 那元芳呢 公主 元芳和僧大人 下落不明 如燕 如燕 而今 狄大帅被人陷害 圣上本就认为 元芳和僧大人 与其同谋 降下颜旨 一旦二而回敦煌 便立即代表 谁想到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这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 现在的事态 是越来越紧快 吉利可汗被杀 赫鲁继位 战争 恐怕马上就要开始 咱们 要赶快想个办法 谁说不是 可 可究竟该怎么办 哎 哎 凤凰 你们不是去跟踪武优德吗 怎么会和如燕和忠夫人走到一路 我帅那位跟踪武优德 到了戈壁深处的那家客栈 在那里遇到了如燕和夫人 哦 大家不要乱 虽然时期紧迫 但仍要按部就关 嗯 嗯 大将军 已经看一看我叔父留下了这封信 哦 事不宜迟 我们要马上行动 那 好 来 元方呢 要不要我们派人去接一下 目前他们下落不明 派人前去接应 不过是大海捞枕 很难有结果 但愿既然天降 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劫 陆燕燕 别担心 以李大将军的鸡变武功 应该不会出事的啊 嗯 嗯 别担心 照叔父信中所示 我们立刻行动 军狂六百里加急 军狂六百里加急 陛下 出大事了 哦 什么事 吉利可汗遇刺身亡 什么 哦 这是大将军王小杰 送来的六百里加急堂帽 请陛下过目 吉利可汗 是被我们的和亲使团赐死的 这一定是敌人杰李元方这一伙逆贼 以赫鲁策划的阴谋 敌人杰 这个老贼 朕要将你们千刀万剐 陛下 吉利可汗已死 赫鲁继承韩位 恐怕 战争马上就要到来 请 圣意定夺 简直 立刻下旨 关闭两国边境 封王孝结为何西道行军大总管 调左右龙五位主力 前赴东皇 与其会合共抗突勒 臣遵旨 再颁延旨给南平郡王五优德 集内卫府大哥领凤凤 命二人不惜一切代价 擒拿通敌卖国的逆贼 宜仁杰李元方 曾泰回京 臣遵旨 喝尝旨 水 我要喝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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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水了 来 公主 已经三天了 水都喝完了 我曾想到过无数种死犯 却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死在这肮脏的密室中 你 春红 好妹妹 对不起 我 我不该打你的 公主 当时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你 还疼吗 不疼 公主 你别这么说 我不疼 我知道你是长妻 好妹妹 难为你了 来 扶我起来 好 来 慢点 你 我这个人 从小就没人疼 没人爱 好不容易盼着长大了 我父亲为情自保 又将我卖给皇帝 送到吞了 因此 我心情质拗 心事怪招 皇上说话做事 得罪了大家 看在我就要死的份上 不要再记恨了 五元明 给大家鞠躬了 公主 救命 救命 公主 其实啊 殿下除了有些任性 并没有什么得的不好之中 如果公主殿下愿意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哪 是啊公主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是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原方 对不起 我太任性 也太苛刻 尤其是对你 别生我的气了 好吗 原方 对不起 别生我的气了 好吗 原方 原方 什么 公主在和你说话呢 说什么 我对你太苛刻 太任性 看在 我快要死的份上 别生我的气了 好吗 谁说你会死 别再安慰我了 别再安慰我了 我们在这里 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 如果有办法 早就逃出去了 不是吗 我说过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 不 别怕 现在是水尽两绝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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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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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啊 哎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 希望是你的心灵吧 远方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暗门啊 就是藏在这本书里的地图告诉我 照这图上所绘 这里应该是宫殿旁的大书房 怎么会是密室呢 此处一定是发生过什么变怒 因而被废涕了 有道理啊 管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们赶快逃出去要紧 好 我开路 掌握保护公主和曾大人 离回殿后 是 走 走 快 来 快 快 快 远方 现在怎么办 曾兄 我们要立刻回朝禀告大人 嗯 不错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身赶往东华 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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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大家下马吧 下马 弟弟老 这是什么地方啊 此处位于敦煌以北 名为老虎沟 银马车就藏在这里 正是 我怎么没有发现 这银马车的踪迹啊 因为他们已经再一次化为饮水了 帝国老 你在耍我们 帝人家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你以为我们不敢杀你 那你就错了 不要那么紧张 听我把话说完 看到这几座小土房子了吗 每间土房中都砌着两座熔银炉 我一命银将们将五辆马车全部切割成块 放入炉中再次融化为饮水 这是为什么 洛阳事发之后 银马车已成追踪对象 皇帝必然会严令内卫 各地军府及周县严加查查 再以马车的行贸招摇过市 定然无所遁形 因此我才招来银将将马车再次加工 好 敌公司律果然周响 是我等太心急了冤枉了国劳 好 而今你我已坐在同一条船上 对诸位敌某绝不会再有所隐瞒 这一点请郡王放心 不知能否引我去看看熔银炉啊 当然 请随我来 好 好 郡王请 好 胡老您回来了 李勇啊你们辛苦了 不辛苦都是应该坐的 好 郡王啊 好 看到这些银水了吗 好 只在所有金银全部融化成水之后 银将们便要重新搬出来了 好 好 好极了 我老请放心 这要金银到手 我立刻给圣上俱表 为你喜情冤屈 好 多谢郡王 这北山沙尔汉极尽巧思 将捷夺来的金银重成了马车 不知这次敌公 要银成什么呀 这就要看郡王的了 看我呢 正是 此次换柱的戏刑 要由郡王亲自定夺 哦 有意思 郡王啊 这里炎热狭小 我们到前面的屋中叙化吧 好好好 郡王请 好 准备 是 郡王请 好 来来来 请进 好 请 动手 快 炎热狗 快 要干什么 快 快 动手 炸了它 炸了它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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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師傅 好 來的正是時候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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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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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什麼 快上馬 走 想跑 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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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娘 娘 娘 我沒事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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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 叔父 怎麼回事 姑娘 他說 有毒的 什麼 叔父 怎麼辦 你要立刻封禀到深州的經絡 令毒素停止運行 然後盡快將毒吸出 否則就來不及了 三豫快動手啊 姑娘 我必須要揭開姑娘的衣服才能看到傷口 男女有別 如此做法实为不同 然旧人要紧 你得给我做个见证 哎呀叔父 都什么时候 你还管这些 还用手吗 好 这里 叔父好厉害的 这个怎么个西方 有办法 这 这是什么 这条小河名叫华尔虎 是我在五六边给人治病的时候 宿舍独性为悟 因此 可以持续世间的特大秘密 甚少害怕 回家之后 我看他忘记问世 因此便随身携带 真是万幸啊 今日若没有他在 云娘的性为为难保了 叔父 您看 紫黑色退下去了 我们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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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人打火山草 提示射速度度 是 爱象平时 性命已无大碍 到了镇殿之上 买些解毒药乎上 过不了几日便可痊愈了 金玉碎呢 被我杀死了 姑娘 姑娘 你醒了 先生 您也没事吧 若是没有你这神明一波 先生可就有事了 你怎么样 感觉还好吗 没想到 我也能为先生 尽一份微薄之力 姑娘啊 从洛阳狄府 你扮作一人救我逃生 到今日蛇神替我抵挡暗器 你是在用生命保护我 敌人节 欠你良多了 别 别这么说 这都说我心肯气愿的 好了 你身上的剧毒杠金 少说两句吧 闭上眼睛休息休息 对对对 不要再说话了啊 保存体力好好休息啊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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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姐 小姐 你 你还安好吗 好好 我一切都好啊 过了 大帅 大帅 敌某逃难途中多成赵野 你是感激不尽 今日您又悖逆圣意 与小姐共同救助 我这天子第一号秦谈 敌某 真是无言可表心中 感佩之意 我 好了 我 您就别说客气话了 凤凰从来没有怀疑过 圣上的判断 只有这一次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是陛下错了 我敌人杰 能蒙诸位朋友信任于私 虽死无害 大帅 你这是做事 当年我王小姐 被屋指为反贼 是大帅 命原方将我救出契丹 返回崇州 既然大帅遭人陷害 小姐敢不用命啊 小姐大将军 真是了得 在大将军府 脏堂抗持 怒斥南平郡王 险些啊 将武优德就地斩首 小姐 我 大帅 你这个谢子 再也莫要说出口了 这件事啊 还作亏了凤凰 为了给你洗清冤屈 他派人跟踪武优德 这才找到了如燕他 大帅令 小姐 自今日起 我们已是 闻井之交 嗯 叔父 凤凰帅内卫 跟踪武优德赶到聂家客栈 正值我和五娘逃出升天 我二人将前因后果对他演讲 我们立刻帅内卫返回敦煌班兵 大将军二话没说 马少帅又微微前影 昼夜奸程 终于在昨日午后赶到老虎够 好 好啊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 南平郡王武优德 便是继沙尔汉之后 另一个隐附在朝中的大内奸 南平郡王是内奸 正是 沙尔汉化名为北山 而武优德就是南山 他 他是南山 正是 王大将军 大哥梁 别 别让敌人坚跑了 闭嘴 刘德 你这个奸贼 你以为我会和你同流合乌沙沙泻一气 你以为我会助纣为虐 帮你去做那等禽兽不如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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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告诉你 早在小刘庄上青寺 我就已经断定 你就是隐附在朝中的 另一个内奸 南山 然而当时 我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指认于你 于是我想到 以你贪婪的性格 绝不会任由我将上百万两金银带走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夺回来 而我正要利用你这一点 将你内奸的身份彻底地揭露出来 就这样 在小刘庄 我请银匠们将银马车切割开来 装在十几辆马车之上 而后 咒服夜行 秘密赶往敦煌以北 荒无人烟的老虎沟 在这里 搭建起熔银炉 和这几间内藏机关的小屋 目的便是以我为目标 将你们隐至此处 一网大尽 果然在宣花堡 老主赵永荣反常的举动 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时我就感到机会来了 好 好 您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倒没有什么感觉呀 本来赵九在容颜的引导下 就要说出那个幕后黑手的名字了 可就在此时 宝长突然大喊一声 惊醒了赵九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是啊 本来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可是经过分析之后 反而觉得他的做法 虽失之鲁莽 却是人的第一反应 也在情理之中啊 做出下意识的举动 也是人之长城啊 你认为呢 倒也有些东西 我们到那边说吧 当时我知道赵永荣一定躲在我的房间附近偷听 于是便将下一步计划写成书信交到五娘的手里 我在信中约定 只要他们设好了埋伏 就在这座小土屋的门上盯一块小小的黄纸 果然 今日一到我便看到了门上的黄纸 于是我便一计而行 将你们这班奸贼转入垢中 可笑事到如今 你竟还在谣言获重 吾佑德 听我好言相劝 将你勾结赫鲁和沙尔汗策划的阴谋 和盘脱出 否则 狄某今日 就要你粉身碎骨 姓狄的 你才是圣上钦定的内奸 三思行文全国海埔 这一点是众所周知 而今 你竟然大言不惨地反误于我 我问你 你说本王是内奸 你有何凭据 我与内卫府大哥领凤凰 是奉圣旨前来 目的正是要抓捕你这个通敌卖国的逃犯 凤凰 侵犯敌人杰在此 你还不下令将其拿下救出本王 难道你有抗旨不成 既然敌公是侵犯 那你为何与他同路而来 却不将他抓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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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证据是吧 要不要我把宣化堡地下的造舰厂 搬回洛阳 请圣上看一看哪 你 你这个陷贼 与赵永荣狼狈为奸 倒卖国家均械 这还不算 与丧心病毒 勾结都勒败类 为其开战准备凶器 复杀自己的猫 是狼子野心 禽兽佛如 今日落在狄某手中 实话实说还字罢了 否则 你来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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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什么 刚刚 你曾问起 我要将这一百万辆白银融化的银水 组成什么 是吧 你马上就要看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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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 我 你 你的 我最后再说一遍 将你们的阴谋和盘托出 尚可战保性命 否则就休怪敌某无情 你 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 你说的什么阴谋 我一概不知 我只知道 你才是冲敌外国的亲犯 倒炉 这 这 别扛死我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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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威脅國家殉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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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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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沒有善用私行 我是要將你們這兩個奸賊 活活重死在這小屋之中 这间屋子已经被银水铸成了一体 只差这只小窗 帝国老 我求求你 别再教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说 我都说 从头开始 将你们如何策划阴谋 又是如何实施的 给我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只要有一句不识 立即将你二人注入在这屋中 让我烫死闷死 听懂了吗 懂 懂 说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 当时你正在调查 把我与赵永荣倒卖与剑的案子 我闻听此事后 心中非常惊慌 由于这宗买卖的钱客是沙尔汗 是他作为中间人帮我联系上 突勿托将冲突勒将军齐格 来购买我的剑制 你 于是 我便将沙尔汗 请到府中 商议 沙兄啊 现在敌人节 已经盯上了我 再查下去 恐怕我将数万只乙剑卖给齐格之势 便要露馅了 军王 你是想得过且过 还是想彻底解决此事 当然是想彻底解决啊 嗯 那 你何不去找突勒太子赫鲁帮忙呢 也许 他也正需要你 哦 哦 沙兄啊 能不能把话说得再清楚些 郡王可能知道 赫鲁是夺禄部贵族的首领 赫鲁五步是非常好战的波罗 赫鲁本人又与大洲有不共戴天之仇 因此他早就想与朝廷开战 然 要开战 就必须要除掉两个人 一个 是突勒的吉利可汗 另一个 哦 敌人节 嗯 说得一点不错 如果你们能够互相帮助 何愁大事不成 嗯 画是不错啊 只是我与赫鲁素不相识 不知谁能与我引荐呢 呵呵呵呵呵 郡王啊 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就这样 在沙尔汗的安排下 我与赫鲁会面 共同定下了计策 我 请不吝点赞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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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